大家好,我是Chris,欢迎来到我的频道Chris Talk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Irwan Company Irwan公司 Irwan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它是南加州一个著名的城市 很多华人都住在那 但是呢,Irwan这个城市呢,实际上它的所有土地 所有的土地,以及周边的所有的土地 基本上都是由一家公司控制的,就是Irwan Company 这个Irwan Company呢,不仅仅是控制土地 它甚至还负责这个城市的规划的设计 包括道路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等等 当然了,土地的招牌挂也是它负责 可以说这个Irwan Company,它不像是一个公司 它更像是一个政府 更像是一个有无限责任的政府 那么这个Irwan Company究竟是一个什么的 什么样的来龙去脉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要说到这个Irwan Company 我们就得说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就叫做James Irwan 这个Irwan这个城市呢 就是从它的这个名字Irwan来的 那这个James Irwan呢 在1864年的时候 购买了这个Orange County南部 就是今天Irwan City这一片 大约2.3万英亩的土地 那个时候刚好赶上美国的西部大开发 这个土地兼并的热潮 这个James Irwan本来啊 它是在这个北加州做农场主 后来呢就是看中了这一块地 然后就到了南加州 把这一块地买下来了 当时的售价非常便宜 一英亩地只花了一块两毛五 就是1.25美元买了一英亩地 那么2.3万英亩呢 它一共花了28700美元 当然在那个时代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可是1块两毛五亿英亩土地 今天听起来就简直是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呢 他就买了这一块土地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块土地上 其实都是橘子树啊 鳄梨树啊等等这些 这个植被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 为什么叫橘线啊 后来叫橘线 就是因为原始状态下 它有很多橘子树 然后James Irwin买了这块地以后呢 就用它来做农场 就是种植一些农作物 然后呢 做一些这个畜牧业 当然他也做了一些 基础设施的建设 比如说他修了码头 因为这块地呢 临海嘛 他修了码头 方便这个从 这个Irwin这边呢 从橘线这边呢 把自己的农产品 运到洛杉矶去卖 当然也修了道路 等等等等 然后呢 James Irwin的 这个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慢慢的他发现 说这个 种植农作物啊 还有这个畜牧业啊 的收益 远远不如囤积土地的收益 就那个时候 他已经有这种 商业的地产的意识了 就是说 我去辛辛苦苦的去种 卖的钱 远远不如把这个地啊 生地变成熟地 比如说 把这个块地的排水系统 建一建啊 如果那个时候有电了 我就引入电 引入水 然后呢 让居民来 建立小城镇 然后呢 让一些商业的这种 饭店啊 酒店啊 hotel等等来 那这样的话 他的收益收租金 这个收益会更大 然后他就意识到 这一点以后 他就把重心 从这个农作物啊 农业转到这个地产业 怎么转呢 他就开始拿自己挣到的钱 再去买地 他1864年买了2.3万英亩 后来一直到第三代 就是尔万家族的第三代 一共买了9万多英亩 就是这些年一直 100多年吧 一直在扩充这个土地 然后这个James Irwin呢 从农作物 农业转型到了地产业 然后到了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James Irwin R 就是R 然后呢 James Irwin R 二代 这个人呢 他跟他的父亲 一样有远见着实 就认为这个 一定要发展房地产 发展地产业 所以说他就继续的 这个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吸引了很多人 居住到这一带 那个时候呢 是190几年 20世纪初 然后呢 这个继续发展 继续买地 两代人继续买地 一直到了第三代人 到了第三代人呢 这个就是尔万家族的第三代 时间就到了1959年左右 然后呢 这个1959年的时候 尔万家族呢 就应这个加州大学的要求 就捐了1000英亩土地 给加州大学 建了一所学校 就是今天的UC Irvine 然后呢 这个土地建成 这个学校建成了以后呢 这个 Irvine公司 又要围绕着 这个UC Irvine这个学校呢 要建一个小城镇 当时最初啊 这个1959年 建大学最初的设计呢 是周围一个5万人的 这么一个城镇 为了方便这些教职员工 和学生的生活吧 你就 那个时候这片地都是荒地啊 你建了一个大学以后 你这个学生出来 总得方便嘛 有住宿的 有吃饭的 对 有一些这个社会活动的地方 就设计了一个5万人的 这么一个城镇 然后这是1959年的事 但是真的到了1970年 就发展了十几年以后 就5万人远远不止 一块一块的土地 就被不停地开发出来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都住到这儿 因为这个地方呢 这个它的气候很好 就是当洛杉矶很炎热的时候 这个地方离海很近 它的气候很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空气也不错 因为我们都知道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但是局限好很多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一片新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建筑啊 所有道路都是崭新的 不像洛杉矶 Downtown那一带都很陈旧 所以说很多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愿意搬到这个Urban这一带来 所以说一直到1971年 1971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居民已经达到了50万人 就是围绕这个Urban这个大学周边 已经形成了一个50万居民的这么一个城镇 后来1971年 这个50万居民投票决定成立了Urban City 就成立了尔湾市 1971年成立尔湾市 既是这个Urban家族啊 这个James Urban这个家族的辉煌的顶点 也是衰落的开始 而且它一旦衰落起来非常非常快 七年就衰落了 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Urban这个City 1971年不是成立了吗 但是经过这个 从59年到71年 这大概十多年的这个蓬勃发展啊 这个城市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呢 它对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这个Urban家族呢 必须得不停的投资 才能够满足这些居民的 这个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的要求 所以说花销也大 另外那个时候呢 他们也不停的扩张 购买更多的土地 所以说呢 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倒不是大问题 最关键呢 这个James Urban这个家族呢 开始内讧 就是到了第三代 富不过三代 到了第三代 加足成员之间开始闹矛盾 有些人呢 就是一个是争权夺利嘛 另外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要引入外来投资 有些人认为呢 就是不应该引入外来投资 等等等等 就发生了非常这个长时间的矛盾 一旦有矛盾呢 这个公司肯定就发展不好 所以说后来到了1977年 七年之后 Urban市成立之后七年 这个Urban Company呢 就卖掉了 就是Urban家族 就把自己这个公司卖掉了 卖给谁了呢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野蛮人 我们说野蛮人 不是他野蛮 而是说他是一个金融圈里 叫野蛮人 就外来人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Donald Brain Donald就是Donald Trump的Donald Donald Brain B-R-E-N Brain这个人呢 他是个犹太人 他今年已经90岁了 那个时候呢 他就找了几个合伙人一块 以多少钱呢 大概是三点几亿的 这么美元的这么一个钱数 3.374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3.374亿美元的这么一个钱数 把这个Urban公司就买下来了 这是一个 这个Urban家族 太遗憾了 就是把这个Urban公司 以这样的价格卖出去 虽然在77年 觉得这也是一笔大钱了 但是你知道 今天的Urban company 值多少钱 现在这个Donald Brain 他曾经在一个 富豪榜评选上 说是他个人资产达到了190多亿美元 但其实Urban company 今天的市值 很难用具体的一个数字来概括 因为土地价值不停地在升值 现在我们说 Urban的一个房子都在不停地升值 它拥有那么多的土地 而且还有很多是商业 对吧 它可以租给很多的商号 所以说Urban company 今天值多少钱 已经没法算了 当初是3.374亿美元 Urban家族就把它卖了 非常遗憾 付不过三代 卖了以后 这个野蛮人 就是Donald Brain 他是找了一些合伙人 一起把Urban company买了 买了以后 刚开始他并不是特别大的股东 但是从1977年 到1997年的20年里 他就不停地花钱 从合伙人手里 把这个Urban company的股份买来 一直到最后 他到现在 他拥有了100% Urban company的公司的股份 这个Urban company也不上市 就是他不需要上市 他现金流太充裕了 然后就是他一个人的 他今年90岁了 就是他一个人的 然后据说这个老爷子 这个很低调 很多人说他才是 美国真正的房地产大衡 真正的有钱人 比那个Donald Trump 要有钱的多的多 他很低调 然后呢 据说他自己还上下班 最开始连保镖都没有 后来慢慢的 就是因为太出名了 他就有保镖 经常自己开车上下班 然后呢 开一个普通的车上下班 然后远远的呢 有一两个车的保镖在跟着 等到他上了办公楼以后 这个保镖就留在外面 或者是离开等等 反正就是 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 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他终结了 Erwin家族 对Erwin公司的 这么一个控制 成功的 把Erwin公司 从1977年 他接受以后 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他贡献也很大 就是这1977年到今年 2023年 这个Erwin地区 整个是蓬勃发展 当时最著名的 就是有一个新闻照片 就是在70年代 还是80年代 我记不住了 就是说 有一万多人 连夜去排队 拿号 要买一个 只有350栋房子的 这么一个社区 新盖好的房子 就是当时 已经在美国 形成一个新闻了 说一万多人排队 要去 连夜排队 要去买这个350 350个单位的 这样一个社区 就是疯了 就是人们对 这个Erwin的喜爱 疯了 那当然 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 我们说 Donald Bryant 功劳 就功不可没 我们回顾了 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说 Erwin Company Erwin家族 发展了三代 富不过三代 但是呢 他前三代 他的确每一代 都赶上了一个潮流 但是后来 富不过三代 就 把公司卖了 这个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中国也说 富不过三代 然后这个案例 我们也看 富不过三代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 特别特别 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从小出生在一个 特别 优厚的环境下 他的那种焦虑 或者是那种 忧患意识 他培养不起来 他从来没 为什么事 着急过 从来没缺过什么 这时候你要让他 置之死地 而后生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这样的孩子 你把他一置之死地 他就死了 他不会后生 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想 当时做那个 高盛那一集的时候 高盛那一集的时候 为什么在高盛1929年 这个跌入谷底的时候 这个 萨克斯家族 就是高盛的 这个 这个 控制高盛的这个家族 萨克斯家族 没有从自己家族里边 选一个子职 选一个孩子 出来挽救高盛 而是选择了温伯格 温伯格是一个穷小子 16岁 辍学上街 无家可归去打工 然后一步一步成为高盛的掌门人 为什么萨克斯家族 不从自己的孩子里边选一个 在192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挽救高盛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做不了 做不了这种叫做 创业啊 或者是这种 开疆拓土啊 或者是置之死敌后生啊 或者是 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事 只能有这种 出身低微的人 因为他从小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他的任何一点一点的收获 都得是靠双手去打拼出来的 那么他才有这个顽强的意志 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才能够带领团队走出地骨 富豪之家的孩子 很难做到这一点 当然了 富国三代也不是一个魔咒 因为比如说中国的曾国藩 他就是 后代都一个一个非常优秀 但是呢 这里边值得注意的就是 曾国藩实际上 他的后代都没有从商的 很少有从商的 也很少有做官的 曾国藩自己就说 说这个做官啊 是需要运气 这个从商呢 也是需要运气的 那只有做一个真正的技术 比如说你学医啊 说当教授啊 或者是学科学啊 什么的 哪怕学艺术 这个是靠你自己能够做到的 其他的你都得靠运气 所以说曾国藩给他的孩子 都不让他从商 也不让他从政 那么话说回来 就是说这个 富不过三代 这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大的总结 那么第二个总结呢 就是关于这个野蛮人 你说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缺钱了 是不是应该吸引外来的投资 是不是应该把外来的投资 这个 纳进来 让公司继续发展 还是说我们要关起门来啊 不能让野蛮人进门 这个话题 很大 也是个永恒的话题 关于这个案例 这个话题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 我想以后 如果我能想的更多 更深刻 我会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这儿呢 公司本身来说也许是好事 因为Donald Brank 显而易见 他更有能力 显而易见 在他的带领下 而完公司今天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事情 看从哪个角度看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下集再见